2016年1月15号,百革时事为你整理今天的评论。 印尼雅加达昨天发生袭击事件, 今天的各报评论皆对此事发文。 首先,我们来看新洲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吉隆坡不能是下一个雅加达》。 新洲日报非常常识, 钻篮作者郑丁显说, 每当政府发布国内有IS的活动, 包括要袭击政府领袖, 以及要恐袭吉隆坡的阿罗街, 就有人跳出来唱反调。 而他们经常用的一个例子是, 印尼不需要反恐法, 没有国安法, 却也没有发生IS的袭击。 错了,不是没有, 而是之前没有。 作者认为, 雅加达袭击事件不会是偶然, 而是有迹可循。 印尼法律宽松, 执法力不足, 基金宗教组织可以在印尼公开活动, 极端宗教人物能够公然宣扬极端言论, 半恐怖组织能够半公开的成立训练基地, 攻击和焚烧其他宗教膜拜 场所的事件, 层出不穷而不受对付。 从美加瓦帝、 苏西洛乃至现任的佐克威, 为了讨好巴结保守宗教政党和团体, 对很多宗教争议和威胁的事件, 都视而不见, 助长了极端的力量。 而我国在同情和祝福的同时, 也要更加明确地建立 对IS和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 否则下一次的厄运会离我们更近。 接着来看中国报的评论, 标题是《美国不美》。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任内最后一份国情资文时, 几乎国会授权动用武力, 直接对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中国报《甄子约》专栏作者甄子权说, 当年小布什没有提出有力证据就攻打伊拉克, 多年以后伊拉克情况变得更糟, 更种下了动乱不安的根源。 在阿拉伯的世界, 反美情绪依然高涨, 一边反恐又一边反美。 而美国需要大量熟悉阿拉伯世界的人才, 来解读恐怖主义思想和情报, 在反恐反美情绪下各自暗怀鬼胎。 澳巴马去年访马, 大马支持一同反恐, 大马所冒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